好 下面我们来看多边形的第二个教学 我们想让多边形上这个 所有的面呢 都能够随机的进行选择 并且随机的挤出高度 我们还是使用这个圆环来说话 好 我们先把脚本的这个 新链脚本面板先关掉 然后select 比如说dollar sphere 我们选择场景中 名称中带有sphere的物体 直接delete delete dollar ok 这样就将它删除了 又回到一个默认的多边形上面来 好 我们现在呢 先把这个 新链脚本打开 在这里呢 我们先来第一句话就是convert 这个不用说了 转化 convert to poly 转化这个物体到多边形 然后dollar taurus 001 ok 把它转化成一个多边形 然后我们定义第二个变量 所有面 所有的面数 所有面数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poly op.get num 上一个咱们用的是verse 是顶点 那面就是phesis $taurus 001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了当前的这个 001的面数 我们现在呢 选择它 shift enter 回车 大家看288个面 进入多边形 control a 大家看288个多边形 没有任何问题 好 我们再来回车 继续输写小本 for i 等于1 1到 比如说200 度 度什么呢 括号 括号 在中间输入 poly op.set faces set face selection 设置面的选择集 然后 $taurus 001 然后 警号 我们 后面得要一个集合 什么集合呢 就是一个 警号 然后一个大括号 里面有一个小括号 random 随机 一 到 所有 面数 然后呢 我们来回车 我们让当前的这个 下面这一句是 $ $taurus 001 点 extrude faces 等于 等于 不用等于了 空格吧 然后括号 random 3到7 做一个随机的挤出 我们先来呢 把这个脚本写到这 然后我们来 测试一下 前两句我们都测试过了 那么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下面的这个第三句 polyop 我们来输入一下 polyop.set face selection $ taurus taurus 001 然后 警号 大括号 里面我们要给个1 回车 大概他这里反馈的是 一个 OK 反馈的是一个OK 进入这个多边形的级别 大家看他找到的是这么一个 这是第一个面 多边形1 大家看在这里有 如果我们这给一个5 再来小键盘回车键 大家看他选择的就是第5个多边形 在这里 那如果是我们随机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把这个括号打进来 random 1到 所有面数 当然了 所有面数我们先定义一下 把这句话选择 shift enter 回车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 在这里 shift enter 那大家看 这回答选择的就是一个28 如果再次进行执行的话 shift enter 动一下视图 他选择的就是 259 所以都是在这个 范围内的 都是在这个范围内的 因为他有288个面 所以259是完全在范围内的 OK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最底下这一步 就是说 dollar taurus 001 001.x extrude extrude faces 3 对所选择的这个多边形 进行3的这个挤处 大家看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3的挤处了 那么如果我们再做 把这个值改成7 大家看又挤出了一个7单位的长度 那我们现在这句话如果要是执行的 就能应该得到我们要的效果了 我们现在呢 先把这个多边形的子对象级别关掉 然后呢 计算所有 大家看动一下视图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 每一个面随机选择 并且挤出的高度都不一样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挤出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类似于一个外形很恐怖的飞碟 我们就做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对当前的这个效果的一个 简单的讲解 那么当然了呢 最后我们看到的那个渲染的比较好看的效果 实际我们用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方法来进行渲染的 我们呢 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渲染流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创建一个平面 这个平面呢 稍微比它大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让它往下一点 大约放在这 OK 放在这之后呢 我们给它打开材质编辑器 找到一个空的材质球 找到无光投影材质 将它指定给场景中的地面 再选择第二个材质球 将它的慢反射颜色给到一个蓝色 然后设置它的贴图的反射通道 加一个衰减 要衰减贴图 衰减贴图的 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背景显示 白色的地方 也就是球体的外边缘部分 我们给它加一个光线跟踪 让它追踪周围环境 把它指定给场景中的多边形 然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边缘反射的地方 有点太多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衰减中 调整底部的这个点 选择右键贝塞尔角点 将这根杆向下拉 大家看 反射的位置就越发靠近边缘了 我们在场景中创建一盏天光 然后将当前的渲染器 直接打开它的高级照明的光跟踪器箱 光线采样数给到90 锁定大小 比例给到500的渲染 推进了 打开透视图的安全框 我们将渲染的尺寸调整一下 将锁打开 将高度给到250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 当前的这个比较扁些的效果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推进一点 来渲染 靠边上一点 不要把它放来中心 这样不好看 OK 我们现在来渲染一张 注意在渲染之前 我们要将环境的颜色 调成是一个偏灰白的颜色 或者偏黄一点也可以 OK 选一张 大家看 这样 我们刚才在这个 整个视频刚开始的时候 看到的这个效果 我们现在就已经把它选出来了 实际就是用多边形的配合脚本 拿来制作了这么一个效果 好 我们现在可以将渲染质量调高一点 我们大约将渲染的这个光线采样数给到500 然后将渲染的尺寸锁定之后 给到大约800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最终的精度渲染 大家看这一次 整个渲染的效果非常的细腻 没有上面明显的这种黑斑 而且整个的效果看起来呢 抗锯齿的效果基本上全达到了 没有任何我们看到很恶奇的锯齿出现 好 我们现在有耐心呢 等待这个效果的渲染完成 好 大家看到这个效果 我们现在已经渲染完毕了 效果还是不错的 细节呢 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看到 彼此的几出部分之间的互相反射 地面柔和的阴影 OK 那么关于多边形这个案例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半天 我们下半天 伞来 我们下半天 我们下半天 二点 我们下半天 同天